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坐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最大最小值索引的位置 什么意思 我给您举个例子 咱们不管是学习TensorFlow 还是学习PyTorch 咱们肯定都要学习这么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手写数字图片识别 对吧 给您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上给您写了一个数 对吧 是0是9 其中有个数字 对吧 那么咱们模型分析这张图片之后 这么模型会给咱们一个什么结果呢 挺好 它会给咱们一个概率数组 也就是说 这个数组里面保存着 这个图片市集的概率 比如说 它给咱一个数组 如果是0 它给咱概率可能是10% 如果是1的概率可能是15% 2的概率是18% 对吧 它会给咱们一个概率数组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就取得概率最大的 那个值的索引的位置 就是这张图片预测出来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张这个模型预测出来 这个图片的是5 比如说是5的概率将近90% 那么咱们就认为这张图片是5 因为这种东西 尤其是人工智能 生动学习 没有100%预测对的 因为您用肉眼看 都有可能看错 最近我正在做这个皇上战争的 AM 对不对 我有时用肉眼看 我都看不出来这个画面上到底是骑士啊 还是这个刺客 对吧 我看不出来 那么其实咱们生动学习模型 也不能够做到100%的正确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用概率 通过咱们优化算法 得到一个最好求概率的方法 这个就是咱们深度学习 对不对 扯远了 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咱们知识点 其实我就给您介绍这么两个函数 咱们预测一下最大值的所谓的位置 以及最小值所谓的位置 好不好 OK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给您说了那么多 其实实战演习的代码 大家请看 很简单 您一看就会 一看就懂了 首先前四行 这个是我常用的四行代码 不管哪个教学 我都会引用这三代码 对吧 前两行 Tenetflow Numpr 这是咱们经常用的 对不对 同时有一个log输出的函数 也是咱们天天都要用 对不对 OK 接下来代码的部分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 三行十列的数组 也就是说 可能给我三张图片 我给它预测出来三个结果值 这三个结果 分别是每个图片的概率 每个图片有十种可能性 所以说这是 十个 十个元素 然后因为咱是三个图片 所以说这是三行 三行十列的这么一个二维数组 好不好 咱们就先看一下 OK 那今天我演示呢 给您采用的还是Google的collab 先连接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 咱们拷贝上这个 A数组 因为每期的课程 我不想时间太长 所以说我把这个语速要调的快一些 好 咱们运行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三行十列的二维数组 也就是说 咱们拿到三张图片 预测出来的结果 咱们假定是这个结果 好不好 然后呢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每一个数组里面 肯定有一个值是最大 对吧 最大这个值 咱们就认为 它的概率最大 那么咱们只要找出 它的锁引的话 就证明 这个图片的值就是几 比如说像这个8 它的锁引是 0 1 2 3 4 它的锁引值是4 那么咱们就预测 这张图片是4 好不好 OK 就这个例子 马上看一下 咱们如何取得最大值 所有的位置呢 就用今天的函数 首先大家请看 我要取得一轴 这个0轴一轴 我以前给您讲过多次 您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咱们要取得一轴里面 最大的那个值 然后呢 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我这个代码会返回什么 这个B 对 它会返回三个值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三行十列 它会取得十列里面的 最大值的锁引 一共取多少 一共取三个嘛 对不对 好 咱马上运行 看一下 我再开一个代码块 拷贝过来 实行 那请看 取得第一行 最大概率值的锁引是4 第二行是1 对吧 它是从第一开始 是1 第三行是7 没有问题吧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重复的数字 一般咱们在深度学习的时候 其实不是有很多 因为咱们都是小数嘛 所以几乎不会出现重复的概率 如果出现重复的概率 说明咱们这模型还是不行 还有再进行这个优化 优化到只有一个数最大 对吧 因为我今天是给您举的例子 所以用的是随机数 所以说看到了重复的数字 这个跟您说一下 比如说这我改了100 它就不会重复了嘛 对不对 它就几乎很难重复 对吧 OK 这个我还是给您改回10吧 这样咱们看的更明显一些 OK 有时说咱们如果在实际预测中 如果发现咱们预测值有重复的 说明您的模型还需要优化 不能有重复 这个图片数字是几 只能有一种可能性 不可能说它既是1又是9 这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OK 如果是这样预测 说明您的模型真的是需要优化 OK 咱们通过这个函数 是不是 Argumax 是不是取到了最大之所掩的位置 咱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最后这个0 对吧 这个8在这里面最大 所以说咱们取到是0了 对不对 OK 同理可证 咱们还能够取到最小值的位置 这就简单了嘛 对不对 Argumax 试一下 稍等 是MB 然后咱们开个代码块 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取到最小值的位置 221 第二 0吧 对吧 这是3最小 这个1也是最小 对吧 因为有两个这没有办法 OK 这两个函数 看似简单 但是在咱们机器学习 或者说深度学习中 咱们做分类预测的时候 非常的常用 为什么 因为分类预测 就是概率预测 它会预测某一个分类的概率最大 那么怎么预测概率 怎么会取到最大值的所掩 就用到这两个函数 希望您能够掌握 OK 咱们先少计 今天的课程 就给您介绍这么多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幸运的朋友您下载简单的运行率代码 代码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常用 没有直接常用 推荐您一定要掌握这两个函数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谢谢大家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